你经历了段阳师的分手之后 你的自救方式是什么 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吗 我的自救方式其实有很多种 因为我其实蛮痛苦一下的 我的不管是心灵还是精神 当然我那时候段阳师分手还是有工作 然后白天有工作 晚上我还有第二个兼职 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 是完全是100%就是focus的 可是当我一没有focus的时候 就会有那种一点点的情绪上来 我就忍不住 其实那时候是 我是在这里做工 就是我们录音室外面做工 我可以是 我看到一个东西 很像以前的东西 我在重去厕所哭的那种状态 我了解 然后我哭了 然后我打给我同事 我说你可不可以再T恤过来 他们那时候才知道 他们才懂 你分了啊 然后我讲我已经分了两个礼拜 但我隐藏到很强 然后我觉得我自救的方式 最大一个部分是 我把重心放回我自己 对 爱自己 对 因为我 我跟你 我跟你的有个共同点是 我在之前那个段来是分手前 跟现在的爱情观变了 对 我以前会很贡献型的觉得 对方是跟我走未来的人 所以我要迁就我自己 他是付出型恋爱的 之前我们说过的 对 我是付出型的 所以我会一味的就是 等他来找我啊 然后周末都给他这种 就是恋爱脑之类的啦 但是那段分手对我来讲很痛是因为 他直接从我的生活抽离了嘛 对 所以我就要拿很多东西补 所以我就去学我想学的东西 可是我很久没有学 比如说 我尝试了一个人旅行 嗯 我其实这个旅行呢 是要跟他一起的 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 这样我不是不能够去这个国家了 嗯 机票没有了 不是机票没有 我们没有买机票 只是口头上的答应罢了 但我就觉得 为什么要一个人 为什么不可以一个人去 嗯 所以我就尝试了一个人旅行 我发现 我在旅行里面 我认识了我自己 收获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对 然后我去学 我想学的韩语 虽然我现在放弃了 嗯 但就是去 探索 很多不一样的自己 可是你没有发现到 那你在今天那段期间的时候 你的工作能力 真的是超好的 哦对 就完全focus咯 那自己忙起来 是我让我自己 可以逃出来的那空间 然后 当然还是会哭 晚上的时候会哭 但是 我其实有一阵子 是我忍着不哭 我就觉得很懦弱 我已经过了两三个月 我干嘛还在哭 但我 一样我那位朋友就跟我讲 你不觉得你忍着忍着 你会更糟糕吗 对 就承认你还是会哭 嗯 所以那一阵子是我忍了 一个月没有哭 我觉得我好像走出来了 可是不懂为什么 事实上不是 对 可是其实不是她 是那段回忆 对 然后我就抱哭 哭到我两三个小时不会停 然后过后我就知道 要适当的释放自己 把重心换回自己 所以我现在 就算有另外一段念情了的话 为什么不一样 是因为 它只是一个附加 对 对 对 啊就跟以前很不一样 以前是 有她很精彩 没有她好像有点难过 现在是 有她更精彩 没有她我更加精彩 谢谢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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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